某种程度上国台办主任重量级的宋徒 除了在南京看到马英九之外还陪他踏高铁 在踏高铁的过程当中 宋徒肯定是近距离观察马英九的一言一行 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 对于九二共识 对于一中国表他的看法 甚至对于和平两岸的构思都深入的观察 就为后面来说 这个王汇宁在马英九的旅程当中和他见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定位 所以宋徒有一个责任近距离观察马英九 大家好 马英九的大陆行其实都是非常成功的 起码到目前为止 按马英九的规划 无论在演讲 参访 或者是交流 大陆方面都是按马英九的议员 尽量方便他 可以说马英九在演讲当中 在很多的举动当中 都是一切按照预定的规划 今次这个祭祖之旅 回到湖南商谈 大家都看到了 香情香怨 神中追远 中国人真的需要乐业归根 这种心态充分表现 在大陆悉心的安排之下 都是表现得相当好的 马英九在祭祖父马立安 父亲马鹤宁的时候 都是表现出非常诚意 甚至有点恨烈 都挺感人的 其实上马英九都说过 自己都是尼卡鲁大会 都是第一次回去祭祖 是很难得的 带上姐妹 给大陆人的感觉是非常正面 台湾方面见到的 亦都无可厚非 如果一般中国人来说 对祭祖都会相当尊重 马英九还用了湖南话 即是说自己是阿子 是乡亲来的 很好 有趣的是上次我都说过 中央对马英九的态度 可以说要深入的观察 但是尽量配合马英九和平之旅 作一个两岸的沟通 一个重要的桥梁的考虑 所以某种程度上 后面来说国台办主任 我们说过重量级的宋徒来说 除了在南京看到马英九之外 还陪他搭高铁 在搭高铁的过程当中 宋徒来说 肯定是近距离观察马英九的一言一行 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这个观念 对于九二共识 对于一中国表他的看法 甚至对于和平两岸 那个构思都深入的观察 就为后面来说 这个王汇宁在最后马英九的旅程当中 和他见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定位 所以宋徒有一个责任 就是近距离观察马英九 事实上来说 在马英九整个旅程当中 无论去到湖北或者湖南 中央都要求省委书记 第一把手亲自设宴款待 在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当中 都可以看到 省委书记对马英九都是赞不绝口 即是肯定马英九对那个爱国之情 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个期望都是非常肯定的 最有趣的就是在台湾方面来说 国民党当然很紧张 因为马英九是以国民党前主席的身份 台湾前领导人的身份 甚至马英九都不为然回到乡下 制祖的时候就说到 我曾经出任台湾的总统 都照说 可以说是勤政为民并没有有欲私民 所以马英九都可以说基本上都能够畅所欲言 最有趣的就是在湖南大学那里 带了三十几个台湾的学生 和大陆四十几个学生交流的时候 介绍中华民国宪法 听众来说海峡两岸都非常留意 中华民国宪法就说台鹏金马来说 是属于台湾那边的一个管车区 非台鹏金马属于大陆的管车区 但大家都在一个中国之下做好自己的事 马英九都很厉害因为他是法学专家 特别引用到1982年我所知道大陆的宪法来说 一开始都说了 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马英九都特别提到这一点 特别是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无论是台鹏金马或者是中国大陆 都是属于中华民族 都是大家期望中华民族能够振兴 用了这样的字眼 所以我们不应该分开两家人 这一段说话的表态来说 当然台湾方面国民党是满意的 民进党非常不满 对北京中央来说 马英九终于兑现了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之下 但可以各自表述 所以马英九就以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国统来说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中华民国都是认同一个中国 只不过现在两地分治 这一套论述来说 相信北京最大限度都能够接受 台湾方面当然会议论纷纷 所以马英九可以说 整个旅程 so far so good 发挥得都相当好 其实很多的演讲 很多的讲话 都一早是小心规划 加上马英九在海湾 这么长时间的历练 对于说话表态 很多方面都说得很大方得体 特别是提到作为中国人来说 要慎重追远 要对得起祖宗 这个正正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传统 如果在大陆方面来说 就叫做血浓于水落叶归根 这样去看马英九和他的马家的家族来说 都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 相对来说 马英九在后面如果见到王汇宁的时候来说 相信北京中央会特别提到 两岸应该和平地来到沟通对话 希望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多一些交流 其实年轻人来说 你如果问我我就觉得 无论是香港的年轻人 大陆的年轻人 或者台湾的年轻人 甚至新加坡的年轻人 他们的喜好其实大致都是相同的 喜欢个人的东西 好奇心的东西 这些好吃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其实年轻人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台湾那方面 多些年轻人能够过去大陆那里沟通交流 这些下令营 这些营火会 一定会强化到 双方的心灵能够打通 中华文化来说始终是海峡两岸的一个最大的根力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次马英九 提出了交流之旅 特别是对待年轻人 我相信后面年轻人在和大陆的年轻人交流当中 应该有更大的作用 变成了北京中央希望透过马英九 这个前国民党的主席 可以说在台湾还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政治人物 能够作为一个桥梁 能够带引台湾的年轻人和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更多的沟通 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发挥到和平之旅 沟通之旅的作用 对于长远 怎样能够统战台湾 这是非常有利的 相对来说大家都很关心 蔡英文和小英子又怎样呢 小英子又很低调 因为我上次也说过 硬的中央是会非常之硬 软的也是非常之软 对马英九来说 作为一个统战来说 作为一个是争取台湾的民生来说 一定要放软身段 但是对于西方干涉的势力 和台独的势力不得不硬 所以由蔡英文考虑到 和马英九访大陆重叠的时间 一开始大陆方面 就已经是高调的警告蔡英文 如果在美国的所谓过境之旅 和美国官方有任何接触的话 中央来说会有强力的反制措施 据美国那方面的反应来说 就是在蔡英文过境之旅之前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 曾经和王毅通过电话 美方就通知中方来说 不需要太紧张 其实这次是蔡英文第七次过境 其实前六次都是差不多的 不需要太紧张 美国方面非常之在意 中方有强力的介入强力的反制 影响到中美关系 所以美国建议也是要低调 反复说到这个不是官方之旅 是蔡英文私人的行程 我们美方是尊重的 但我们官方绝对不会和蔡英文有什么接触 反而蔡英文整个行程是非常之低调 因为鑑于大陆方面的高压力之下 美国也不敢说是太高调 所以有一个智库攀掌给蔡英文 也是很低调地在室内进行 并没有公开 一个焦点就是 蔡英文会不会真的 在洛杉矶回程的时候 真的见到墨卡锡 如果有的话 估计中方的反应会非常之强烈 近日在网上流传很多讨论 就是说解放军可能会采取电子战的方式 攻击台湾一个军事的设施 给到台湾一种感觉来说 解放军攻台的能力是很强 而且勾结这个西方势力 特别是美国来说 你就可能要负上一个代价 那会不会这样做呢 我们且拭目以待 现在台方和美方都很低调处理 就是说蔡英文是否真的会见墨卡锡 就无论议设 到时大家就会知道了 所以全球都会很触目 会不会解放军 真的有一些强力的攻击行动 来到反制台独 反制西方干扰呢 我们都需要拭目以待 很快就会知道了 所以总体来说 当然我们要等马英九全部完整 回到台湾 和蔡英文回到台湾 就可以说是概观定论 整个行程究竟民进党的得和失 国民党的得和失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析 一定要看 给like订阅卖进 肯有你着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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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